我們今天繼續有 Ben 跟我們聊天 聊一下他的音樂作品 因為我下一集就講到他背景嘛 然後今天我們就講一下他那個作品的那些 可能背景還有一些想法 就從哪裡來那些想法咧這樣子 Ben 就是有在我們的 Channel 裡面有跟我合作拍很多 就是他的作品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是問一下 Ben 那是之前就是有跟我們合作 然後有拍幾首有那個 Far of the City 我要不要先講一下 Far of the City 是那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那首歌 Flower of the City 是從 其實大部分我的歌就是從一種經驗 來的一種故事想講吧 就是想說一個故事是關於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從那個經驗就抽出來一些感受一些 想說的一些感受吧 然後就做成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啊 或者一些有意思的說法去再表達的更有意思 或者更美 所以Flower of the City 是自己是關於一個 relationship 嗯 不只是可能一個 romantic relationship 但是也可以就說 在你在歌裡面那個 lyrics 就說關於一個人 嗯 不不應該在一起的 嗯 但是他為第二 另一個人去 Wish them well Want the best for them 所以就是 就是為他去著想這樣子 對 嗯 雖然 嗯 可能 另一個人是 啊 不 doesn't have the same feelings back 嗯 you still want the best for them 嗯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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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life 嗯 so that's the basic idea of the song yeah 那你是有先有那個歌詞還是先寫歌 嗯 嗯 哪一個先 那個是 先有那個hook 哦 先有那個title 嗯 嗯 我知道我想要那個title 嗯 所以就把歌就從那個title 怎麼创造 嗯 怎麼寫出來了 怎麼從那個東西 然後延伸出去 然後開始有那個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概念挺好 而且 嗯 對我來說是 好像一個sequel 就是第二部 to the first song that i wrote 就是 嗯 flower of the field was the 第一首歌 然後這個就很相似 但也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City 嗯 所以概念就很很相似吧 嗯 那不要講一下第一首 第一首那個 不是那個 是從哪裡 就是 也是從哪裡來的 第一首是很很久之前寫的 對 我那個是13歲寫的 第一首對 那時候就很有感覺了 所以我已經用那個 要寫那種 對 哦 但是覺得這個比較長熟吧 第二首就比較長熟 哦 第一首是 對 是比較 嗯 年輕 因為故事也是那種感覺嘛 要表達東西 對 哦 那 為什麼要選擇這樣子的編局呢 那是為什麼會 那種比較acoustic 的那種感覺 嗯 如果是 你剛剛有講到是 人與人之間的relationship嘛 就是 關係 可是可能也有一種 比較 表達自己的情感 比較 可能比較重的一些 覺得 就是 可能會比較用力去表達 那為什麼就選擇用acoustic 方法 嗯 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平常写歌的style就是acoustic 就是从acoustic 可能是木吉他在家里弹 对比较熟对比较熟 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的话也是跟acoustic 其实也不是只是acoustic 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是band song 就是有鼓啊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对我觉得acoustic挺配那个画面 做一个很纯的就单纯一种这样子出去自己感受直接出去的感觉吗 我觉得acoustic或者pop这个style是挺配这种歌吧 也不是说很生气啊或者不是说很强的那种感觉 但是足够的感觉去说这种故事 就是做这个画面 就已经是一种已经过去要把东西描述出来的感觉吗 对我觉得挺配的 嗯 也不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是metal啊什么 可以做个remix啊也可以也可以 那其他作品也是这样子出来了吗 可是有先有一个可能情感的表达 也是这样子吗 嗯对 很多我的歌就是从一种概念出来的 有那个概念然后有那个感觉感觉然后就写出来 就做在琴上去写出来 然后那个音乐是从感情 是从那个感情和画面 那你也有没有试过用别的方法去写歌这样子 也不但是也不是说每次是这样子 啊有没有特别方法有没有有没有试过这样子 可能是突然有一天起床突然有一个melody在我们脑海里面 突然把它写下来这样子有试过吗 呃我跟这个这个就是melody在我脑袋没有没有示范过 平常是我做就是我拿着吉他这个melody会出来 直接都来了 对对就是玩一下然后感觉这个特别新这个很fresh 这个很有感觉 主要是你有要有这个instrument在系列 然后就要碰到那个东西然后就慢慢来就会可以有东西出来 对哦那样子很好啊 就可以直接直接写很多歌 好像是有一两次是已经有那个melody在开始唱 有一点的模糊的东西哦 这个挺好听哦 做出来 对对对 有了那个感觉吗 哦对 所以可是我也知道你有玩别的可能是一些program下面的东西 那你在自己作品会不会多一些这种东西了 你说用program去写的吗 program去对对去做这样子 可能做一些电子一点的东西 我跟电子的创作就没那么没那么熟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试过写歌的时候就是可能擦擦吉他进那个电脑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用一些effects 然后你加上一些effects上去的话就有另一个感觉 或者加一个电子吉他什么的 然后就有另一个感觉 这个 is a pretty cool rock song for example 最近我写的一首是一个比较摇滚性的 然后就是因为我plugged into the program put on a guitar effect and I was like okay this is cool oh also sometimes 比如说 加就是program的那些鼓啊 做曲其实很好 他有一个loop在那边 做一个loop 然后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一些 就是一些licks or hooks 好那我们今天就了解到ban是怎么创作他的作品 那我们下一集再讲一下ban的未来动向 如果想看ban的那些作品的话 去我们channel就可以看到了 下次见拜拜